今天是7月9號 我們在休息了一天之後 準備往聖保羅市區前進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收費站 今天剛好遇到巴西的護線紀念日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往繁豆子的高速公路上 車塞了整整一整排 一過收費站就塞了 所以可以想見 這個巴西只要遇到假日 那他們大概也就是舉家出遊 我們現在節目所見的都是這樣 那我們往聖保羅方向 反倒是比較 路是比較暢通無阻的 我們一行人 包括大哥大嫂還有 我們今天的司機是三哥 感謝他慈悲 那後面的人 我們現在跟我們問好的 這個是一個音樂家 沒有 我是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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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音樂的媽媽 那這個是柏強的媽媽 柏強的媽媽 柏強的媽媽 那這一位是 餐廳的老闆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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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禮拜天要帶我們去石頭公園的 哈哈哈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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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誇張喔 這個四個鐘頭怎麼到得了呢 我叫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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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哥哥是萬 我是一 他是萬 他是萬 他是萬流 我是龜一 他 啊 包括今天 今天禮拜五 巴西的護線紀念日 再加上 禮拜六禮拜天 總共有三天的年假 啊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啊 是要去動物園 這個地方,聖保羅有藝術之都之稱 至於是怎樣的藝術之都,我也不知道 那就有帶在這裡比較久的同學們帶我們去飽覽一下風光